仲夏的午后,75岁的蒋石林带着孙子孙女来到米花山下为红军烈士扫墓 蒋石林说,前段时间雨水多,特地过来看看,给红军墓拔除杂草 蒋石林是广西泉州县台湾镇台湾村的一名村民 这座墓是他爷爷蒋中泰和父亲蒋兽于所立 长眠其中的七位鹰猎是在角山铺祖基站中牺牲的红军直战员 角山铺祖基站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三大祖基站之一 于1934年11月29日全面打响 是湘江战役中历史最长,规模最大,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一场战斗 此战红衣军团伤亡近6000人 战斗结束后,蒋石林的父亲蒋中泰带着12岁的儿子蒋兽于去米花山砍柴 在乱树丛中,父子俩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 蒋石林说,爷爷临终前特意嘱托父亲一定要守护好这座红军墨 此后,每年清明和春节,父亲都会带着蒋石林给红军烈士扫墨 跟他讲述当年的红军故事 2002年,父亲蒋兽宇去世后,蒋石林接棒带领家人守护这座红军墨 2019年4月,当地官方对这座墓葬修善立碑,并将其列入乡江战役红军烈士墓葬保护点 助力目前宽阔的石头步道和两旁的翠柏使这座红军墓更加庄严肃墓 墓碑上的红星在青山的映衬下格外耀眼